材料其實是蛋白和糖霜 蛋白和糖霜,好 要甚麼?要蛋黃還是蛋白 只要蛋白 蛋白 多少蛋白才夠 如果要加上… 要捉三隻 這個已經量好了,對吧 對 剛剛好 熱水先倒在這裡 熱水倒在這裡,對嗎 全部倒在這裡 倒多少 倒在這裡 好,來,煮水,大家先看 你叫我停… 好危險 然後把這盤食材放進去 蛋白是否會熟熟 可以嘗試攪拌嗎 對 所以要快點拌勻 快點,我們要… 要極速 對,但小心點,不要打散 要用陰力攪拌 好 拌勻,要拌至糖全部融化 也挺辣的 把外面的放進去 現在已經有點稠了 對,到最後會變成白色 稠,就可以了 好 開機打 不用打,不要那麼快 不用很高速 可以試試嗎 可以 好,這樣拿著就行了 就要垂直 Carmen很好奇 為何你會選擇做馬林糖嗎 我起初是因為好奇 在社群網站看到的照片 就是馬林糖 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公仔 我覺得很有趣,很漂亮 這樣就開始做 你本來可以做 做給自己吃,打卡,送給朋友 你送給另一份 我送給小朋友 我送給小朋友 對,家人、朋友 聽到他們稱讚或很喜歡 我覺得很有滿足感 小朋友沒有收到禮物 然後很開心之前 還是有甚麼動力 你會這麼有刻做下去 是我自己喜歡的 是否差不多可以了 現在打好蛋白箱了,對嗎 對,現在打好了 打好了 因為看到它已經站在那裡 這就是為之成功的蛋白箱 很漂亮,好像雪糕的托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已經吃了 真的很好看 現在我們要攪好,就可以調色 好,拌勻就行了 不過要小心下面的水 如果進了水,又不行 又不行 沒錯 我要重新來 那為何我不先拿開水 因為這盤的溫度會變 它有溫度 對 其實挺高難的,它有很多規矩 那你當時失敗了幾次才吃 做到第二次 我想也數不到 讓我看看 是不是很均勻 對,但要把底部刮上來 因為它有很多在下面 明白了 你要這樣… 要反過來 好像散上來 然後就準備這個擠袋 就可以把花仔放進去 可以嗎 放在一個裡 分開兩個,因為還有很多 好了… 我們先學擠擠玫瑰… 不是,背殼 凌空45度 對,斜斜地… 要騙擠袋的最頂 對,然後就這樣… 先試試 45度 斜斜地和… 拖一拖,回一回 這裡可以做很多貝殼 你可以扯後一點,之後再回頭 這個已經很搞笑了 貝殼形出來後,你才去後面 對,現在拔到後面 找到後面 這個比較像 這個星星不可以嗎 這個就是我們吃的… 對,就是那種 我的童年回憶都回來了 這個 試試轉圈,可以變成玫瑰 我想知道收尾要怎樣收才漂亮 而不是牽著它 那你到最後這刻 就不要再用力了 就像這樣牽著,就可以收在後面 我就有它自然地,我看到了 最難的地方是… 你真的要很努力做足每個步驟 像剛才打過蛋白箱 一定要打足十多分鐘 打小了一分鐘,不起床就不准做 所以時間和心機要大一點 但技術上又不是很難 好,我們學完做貝殼紋和玫瑰花紋後 我們很想試試新東西 不好意思 你們可以… 我們可以開始了,是嗎 我們可以用手指餅或這些餅 這樣嗎 好 我先拿兩個手指餅 我想這樣,它能夠貼上兩邊嗎 它能夠貼上,但焗完後 可能會比較難 因為我們只靠中間 馬林堂可以有很多變化 可以做牌子、寫字、公仔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是馬林堂的有趣 即是可以寫字嗎 可以 可以試試寫字 有甚麼字可以寫 像這麼幼的字 大多數會寫英文 寫英文… 因為中文比較突破 這樣嗎?我試試寫字 寫字,來吧 用這個試試寫字 手抖了… 大件事了 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O 對,最好可以加粗一點 再加粗一點 如果那麼幼,焗完後會變碎了 好,J-O 有些東西也不錯 可以比較漂亮 你猜過你這是甚麼 你剛才說了太陽 對,你只有太陽 你可以試試做其他公仔 這些填空都是填上 然後再吞平嗎 對 你說經常做給小朋友 你有試過送給朋友或做給家人嗎 我試過做一個給我最小的小孩 他100天 我做了一道球球蛋糕給他 一打開後可能有些公仔 還有我用一些牌子用來寫字 寫了一些我想他的期望 一打開後,公仔就貼出來 我的天,原來你已經有小朋友了 他很開心,很幸福 如果100天有這些 以後看照片也開心 其實以後你的小朋友想要甚麼 和媽媽做給他吃 儘量滿足… 事務死其他同學 你的午餐櫃,你加了幾顆 好,大家做完了嗎 差不多了… 行了,就這樣吧 好,謝謝Kamela 已經滿了